啪啪啪 哈喽 哈喽晚上好啊 这个晚上好是在稿子里的吗 我那个没写稿子 今天那个没来得及写 那你现场发挥吧 我还想那个先写一写来着 但是 这个没写稿子不知道说什么了 这样吧 那你先写一写我们 不是有几个问题是要问 特化呀美工啊后期 我要问吗 不是你要问 你可以问啊 你问吧 他们都很期待你叫他们的名字 快点一个一个牵过来 但是不是那个 自己的马甲 就是这个是念修吗 修 修 因为飞天嘛 所以就修啊 音译你知道 今天到场呢有侧编 阴无毒 大家好 我是那个大树四十的侧编 阴无 啊不是 阴无毒 导演 飞天小酷酷 大家好 我是飞天小酷酷 美工 一片翅膀 TS美工 喜多 红在水 后期 盈州月客 大家好 我是盈州月客 宣传 Yuki 大家好 我是Yuki 我就没有什么想问 算话了吗 比如说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找我配吗 因为我你贴呀 好了 觉得我这个角色也不是很 还行 你当时为什么会接下这个角色呀 当时觉得挺接地气的嘛 然后想突破一下自己的那个 就是平时配的那个路 确实想那个挑战一下 就是配点贴地气一点的嘛 没想到这个这么接地气是吗 太接地气了 太接地气了 我觉得你不能忍受的应该不是他 就是他太娘炮了 主要是那个 确实是跟我这个平时的差距比较大 就是平时说话 当然大了 年龄也是 对呀 在吃鬼的FT中 小红说有机会会看原文 那么请问大叔 你要听我听来问 大叔 大叔 还有小小 那么请问在大叔四时这篇文 小红有看过吗 看了的话能说说观后观 其实那个 我觉得 如果是看了文肯定是有帮助的 就是说 主要是这样 之前 没有怎么配过类似的角色 然后 特别在第一期的时候 对角色的理解 还有一些偏差 但是当时导演和策划一直给我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非常详细的给我讲解 他们对这个角色的理解 然后让我对这个角色和这个整个的剧 确实是有了一个非常深入的了解 如果没有这个讲解的话 可能确实理解比较浅 确实是比较感谢我们的策划和导演 但是如果真的能看看这篇文章的话 肯定很有帮助的 当时是因为确实讲得比较好 所以就没看 说完了 讲得比较好 我记得当时 就是第一遍反应之后 反应本估计太恐怖了 然后记得就等反应等了很久 然后我就去问策划说 为什么还没有说到反应 然后策划就去找你 然后你就跟策划讲说 你们换人吧 我的心啊 然后我们就搬去洗脑 你一定配得了 你一定做得了 就是要不是策划的支持 走不到今天 对这个角色理解确实 那你对了17 就是17配完之后 你对这个角色有一定程度上的了解了吗 就是因为我感觉其实到后面 到第二期到第三期的时候 针对部分情节 你还是会跟我纠结说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这样 对啊 就是 确实是这个 对这个角色的理解比较 一开始比较浅 后面有一定理解和大家融合吗 只是到了第三期 还是有一些可能是我个人方面的不能理解吧 也可能是我太年轻了没到他这个年龄 所以经历的太少了 理解不够深入吧 还是咱这个剧做的挺快的 确实挺快的 三期 真的真的三期剧 做到现在这个速度真的非常快了 快一些一点 你必须要点名感谢一下周章 点名感谢后期 对啊 对啊对啊 我就做得好快 如果说这个剧 其实我觉得如果拖的时间长的话 就觉得更加 我不知道就是会不会有一种 就是一期的戏感 然后二期如果拖长的话 就感觉一期都白说了 这种感觉 会有这种感觉吗 如果隔太久 有可能 对啊 就是要从头来过了 这样子 对啊 主要是这个角色 跟我平时配的比较不一样 所以有可能会出现那种情况 配的一个数据已经很不一样了 其实我们都喜欢你配 公正的 我也想 这个剧的台词也还蛮容易抓到这个角色 台词就是 就是那么丰丧 对啊 他的性格还是很鲜明的 是 你觉得说他脱陷吗 就是 不是那种 内心戏啊 不是那种就是 面瘫 最难配的那种 这个角色还是比较外向 只是对我来说 我平时比较 谈 所以说 困难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自己 你知道你前几天发的那个微博 就是你at了那个微博是 最佳小红军的那个 对啊 你知道被轮了多少遍吗 大家都被你蒙 我估计他平时 哎 他也不上 但是我发现换人了 好像 啊 什么 我感觉以前那个 人一直在上 是不是换了人了 这个人不上了 我就觉得 能不能 他有回复你吗 没有 哎 他不会改名字了吧 估计他就站着这个ID不会撤了 你还是想把他站回来 商议一下也可以啊 因为经常会 at错嘛 就是别人就是 下一次就以为你的微博是 他的微博 你的微博是这个 然后at就at到他那儿去了 对啊 还好他不上 好吧 我们跳到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们念 第二个问题 请问你在扮演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 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 哪句话录起来比较纠结 比较难以启齿 最想吐槽哪个情节呢 我觉得最棘手的就是 这个角色 因为我的理解他是一个大叔 首先大叔的话可能就比较操 对比较沉稳 然后他在剧里面的表现是脱陷 有时候比较脱陷 性格特别的鲜明 有时候还会有点炸毛 会这样 突破十分钟不要紧吗 还是我们 请突破两个小时好不好 就是会炸毛 跟我所见到的大叔可能是不太一样 所以我对于这种 既是大叔又是活泼 炸毛兽的这种角色 综合起来比较难演绎吧 那就是他有第三期 我觉得相对难一点 因为一开始就假哭 然后要装成那个小女人那种作 所以这点比较比较难 因为平时我确实自己不会这么作 就是说我平时不会这么这样的 假装被强 但是这也就是这个角色的人物魅力所在 对啊 而且他的作他的炸毛 这些都是基本上他的这一面只有老徐一个人看得到 对啊 对着别人对着银行那个同事 就到了现在我才敢感受 我觉得 你又想了 你要不去接一下算了 别接了 别接了 那个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角色我们展现的可能是他这一面 可爱的一面 但是他并不可爱 或者是他比如说他对别人的一面 我们展示的并不是很多 到现在我才敢说 就是说可以给他加一些戏份之类的 你要加戏吗 你要加戏 我立刻给你写个番外 我立刻给你写个剧场 你要总加成为你的一面 我 60岁 大叔60 他我们展现的是这一面 他的另一面如果也展现出来 就会看出这个大叔四十 他的 他的就是说他的矛盾性 他跟那个 他跟那个那个 就是这个单纯的这个炸毛 或者是单纯这个活泼可爱这个形象的一个区别 如果说两面都强调了之后 有可能这个角色更加的 会更加的吸引人吧 有这种戏剧冲突 你的意思就是说 他人物的两个方面比较难以兼顾 不是这意思吗 对对 如果说我们都把那个两面都做的多一点 嗯 嗯 是这样 不过那样有可能太 有可能太长 对 长是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说一期的时间要长一点 或者是剧本的更难去更麻烦 哎呀 我是完全能 基本完全不怕麻烦 求麻烦 早就你应该早点跟我说 你录下来 你不会很 错乱吗 就这个人物 一会儿这个性格 一会儿那个性格 简直分裂了 只是我只是一个 异想天开的说法 就是说 我一定要给你写个笑置 第一个本子 让这个夜时光 就是穿越到 去 重生 跟着另外一个人 哇 那他的那个时代 不知道 那个年代 什么样的角色 像青山啊 这种就是 我觉得相对来说 算是比较面瘫的角色 就是很柔 一直从头到尾都很柔 然后你是更喜欢配 这样的沉稳型的角色 还是比较神经一点 他的性格更加多元化一点的那种 其实 配不同种类的角色 倒是挺想配的 但是 我个人来说 对那种角色 把握的不是很好 配的也少 而是相对来说 对那种沉稳的角色 相对来说熟悉一点 因为你是本色演出是吗 也不是纯本色 就是 那种角色 其实比较过 有时候 有时候比较过瘾 因为这种角色 一般都是那种 酷炫狂霸 转飛映转 被冻了什么 对呀 挺过瘾的 非常难见 那种角色 对呀 话说其实我也有个问题想问 就是你在那个整三七录下的时候 有没有对哪句台词就特别 就有一种 我操编就怎么写出来这种台词 我要杀他 这种心情 台词我只是觉得 那个哭的那段 不能理解 您说假哭还是真哭的那段 真哭应该是真哭 对其实我知道 这段比较 大家肯定是都做过商讨 是不是原著也是这样的呢 我这一段就是从 就是女儿被送走 然后后面有就不是很长的感情 那一段我基本上一字没动 就是基本上保留了原著 那就是我 我觉得确实尊重原著 本来就是该做的 而且原著 把这个角色塑造的这么鲜明 我们再去改 确实也 确实也 就是说 跨蛇天足吧 然后我觉得 就是那一段 演绎起来比较困难 因为它是整个剧里面最催泪的一段 就是音乐情绪一起来 然后比较催泪 但是他说出的话又是比较脱线 就是用很催泪的方式说这个 我们一直在商量这个问题 不是让你边哭的非常伤心 边讲那个 就是你前面把煽情的跟逗逼的把它就干脆分开 如果是那样的话 可能就是它需要一个转换时间的话 你自己在录这段的时候 有试过这种方式吗 我就是非常 就是把情绪调到 就是那种 我想 打一个格 就是把情绪调到那种非常悲伤的状态 然后就录的时候 你是说当你把自己调到这种状态 然后想要认真来录这一句的时候 然后一看到那个台词 你就保持不住那种状态了 你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 就是状态一直是在的 但是当我听的时候 就是听呆毛的时候 我觉得前半部分 前半部分经过那一系列的铺垫 然后就是这个时候音乐起的特别 特别感人 一起音乐 我觉得哇 就好激动状态 然后前那半 前半段觉得 确实到一个很虐的有点 很伤感的时候了 但是他一说起这个台词 我觉得就是说 会把这个从这个情绪里面 拉出来一些 就是这种感觉 不是说配的时候 而是说听的时候这种感觉 可能就是说 作者希望达到达到这种效果吧 不是说一个 又哭又哭又笑什么 对啊 可能就是要达到这种效果 本身它也是这种类型的 类型的一个剧 对 不能做得太 太那个 怎么办 我觉得 我觉得 我本来是很 我就知道 你一定要做我坚强的 这个自杀上的后队 让我不要被他说服 那本来是 怎么回事 本来是要再 重新再 那个 录一遍吗 不不不 本来是就是 你不是一直都 这段烦得很辛苦吗 然后我就跟哭哭说 我说 你要不要 就我要不要尝试着把台词改动一下 然后姑姑非常坚定的拒绝了我 对啊 这个都是大家一起商量的吗 嗯 哭哭也表达了他的观点吗 就是确实是做这个剧 可能是 需要要这种 这种感觉 是的 就是哭的情节 对啊 其实这个倒不是想吐槽 只是感慨良多 对啊 比较曲折 其实还有一个情节 就是他 装哭的那个情节 所以都在第三期是吗 嗯 对 也可能第三期比较近 对第一期和第三期的印象比较深 我看到周周说了 他说我们把那个分手 那个笑点 还有打炮全部都删了 因为 因为我是一个 不写A期的编辑 这个H确实 你也很希望删对吧 嗯 你比较难 肯定比较难 这个是有H 但是 被我巴基巴基看完了 我一点都没试 瘦的CV 不会说这个 H的导演 不会写H的编剧 这段要有H的后期 就中了 这段需要需要掐吗 当然要掐 我们就说最后只有十分钟 可以有一下 十七分钟 都是要加的 你知道 只用十分钟吗 对 我只是胡说的 就是说 它是一个比较 点漏的FG 因为你没发现 我们巨组期的三期 都没有巨组期吗 啊 对啊 发现了 他现在太穷了 为什么不见 不见 不见 不会都做完了 见不见 都一样了 因为当时 我们拉了一个 超级简陋的讨论组 第三期的时候 因为后期说 他从来都没有见过导演 其实我也没有见过后期 后期美工都没有见 都没有见 不是事后我们拉一个讨论组 我把小龙 打进那个讨论组 好的 我现在就把这 对啊 登场也没有像 其实我只见过导演跟策划 而且导演跟策划 都是感觉头像差不多 就是今天你说明天 他说 就每次都是 就是轮着来的 我 我其实最后 我已经混乱了 不知道 和起了什么 和起了 对啊 要不是经常说 酷酷已经把什么转交给你了 我突然发现 原来 就觉得头像差不多 而且 你们两个都是 节奏非常稳定 就是 今天是你 明天是他 后天是你 他又默契了 惊分 我印象里 我是每次 说小红的时候 我不会跟酷酷说 但是酷酷会说 那个小红要 要啪一些什么 要讲一些什么 戏的时候 酷酷都会跟我说的 但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会掐这么好 所以 最后就是 完全通过那个 酷酷喜欢说话 然后 你是喜欢打字 这样 能 区分过来 他有时候会 语音 就是发语音消息 我也是今天看 知道原来你分不清 我们俩的 就因为 每次都是交替着来嘛 也可能是因为 我没有 没有那个拉裙 所以 所以 有点 你们俩头像挺像的 我记得 现在也像 现在也像 一直都特别像 没事 拉裙 好了 我拉了一下 这是一个塑料棚子 我们是一个用不起 能什么的 好穷 我说人越来越多了 遗难所 那那还是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请问您比较期待 能配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嗯 是那种 皇帝啊 将军啊 大侠之类的 嗯 或者是 大反派啊 这种 这种角色吧 为什么是古风呢 为什么 你喜欢古风是吧 呃 古风 现代的也 也 也倒可以 也 也 也行 现代的 嗯 因为有 有配过 配过比较 公的 现代的 嗯 大反派 倒是 倒也 没有怎么 接触过 因为这种 如果再有策划 找你配 像夜时光 这样的 就是 你还会再接吗 我觉得肯定 不会接了 主要是 看时间了 你看时间 然后呃 就是看看 嗯 时间 终于 然后有时间 研究一下 这个 这个角色 其实 这角色 挺 锻炼人的 就是 呃 脸皮 是吗 天气 是吗 铁底气 就是解放了天性 是吗 主要是觉得 而且还 这种类型的角色 最好是 没有H 对 所以我是不是 特别机智 嗯 对对对 啊 还有就是 嗯 看了大树之后 有没有很多 笑话来抓你配色 呃 会 应该会有 因为 挺忙的 一直没 一直没有接心 呃 是 确实有 嗯 其实在我的眼中 公寿都 无所谓 主要 真的吗 对 主要是角色 就是说 嗯 主要是 角色 合适自己 然后 能驾驭得了 所以说你还是 想想接那种 酷炫狂霸的将军啊 嗯 皇帝 比较这种事 对啊 好的好的 我记下 我已经记在了 我的小本本上 嗯 我记得 我觉得上次好像 是不是有一次 就是你跟酷酷 在聊天的时候 就会讲到说 你想配这个 嗯 然后 好像是的 对对对 然后我当时 get到了一种 巨大的反差萌 我不知道 什么 什么 本来我第二期的时候 我说你们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就是 回复一下 或者私信我这样 结果只有一个美子 哇 我清楚的记得 他提的问题 有一个是要求你 就什么 认真的卖一个萌 好像是 你要卖一下吗 这个 这个没法 卖呀 你现在 你现在就已经很萌了 已经 真的 你不用卖了 我也觉得 我觉得很难 我还问你 你觉得你现在就很萌了 然后 我刚才找了一个妹子 我记得他问了好多 他说 他问你说 请问你有没有考虑过 迅速更大的突破 应该 就是去突破一下 你要 你要接一个更加 更加解放天心的角色吗 目前来看 挺难的 能够认识过更加解放天心 看自己合不合适吧 能不能就驾驭得了 不能 就是说 不合适的角色 自己还去接 然后 然后去那个 影响这个 剧组就不太好了 比方说像 哑巴呀 之类的 就是 很难表现的这种 没有 哑巴没有配过 对呀 很少这样的角色 如果有人找你接哑巴 你会接吗 而且是 而且是一个 比如说戏份不是很多 但是非常关键 有推动力的那种角色 但是是个哑巴这样 或者是日本人啊 对对对对 外国人 对对对对 外国人 这个 这个确实挺难的 你看你都不用卖萌 我还有一个 就是 这三期当中 就是你配下来这个工程 有没有什么 有趣的事情 嗯 我觉得 就是说这个文 就比较萌 大家 都是比较 都比较萌吧 我觉得跟 大家接触下来 挺可爱的 我 我是比较 是吗 那个 天然去雕式的萌 是吗 呆的 其实我如果要讨论 就是戏的话 我重点想跟你讨论 一个就是笑 一个就是哭 你在配完这部剧之后 有觉得对这两种情绪 把握得更好了吗 就是对你有帮助吗 因为其实 我在听你以前的剧的时候 我觉得 就顶多是冷笑啊 或者是 笑一下而已 但是没有那种 很大段的哭 或者是 嗯 就是非常外露 然后真的是非常开心的 那种状态 那种台词 是很少的 但这部剧里面都包含住 都包含了 这两种情绪 嗯 我觉得 雾方面确实是 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笑 笑到 到 还好 我确实一直不会笑 你就说没有吧 因为我平时就 从来不会这么笑 我平时笑声就这样 就没什么声音的 笑就不是那种 哦 我懂了 无声的笑 因为我不是那种 很阴沉的人 就是 就是我不会大声笑 你要 你要 那个哭是还 还露吗 你还反过 今天反过 那个哭啊 打不到状态 我觉得 差不多 就我 我能 我 我目前能达到的 感觉 已经满了 是吗 满了已经 对啊 本来就不怎么哭 本来就不哭 我知道你是一条真汉子 也 也倒 也倒不是了 真汉子是什么样 我也不知道 就是 确实不哭呗 挺难的 有staff的问题 要不哭哭来回答一下 然后你们反一下吧 小红来念吧 然后哭哭来回答吧 请问剧组 最开始是为什么要做大书四十呢 你们的初衷是什么呢 太严肃了 我没有打草稿 要不我去打个草稿吧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刚开始 集圈做策划 然后想做一个短一点 但是比较出彩的去吧 然后就 找到了这个文 我其实已经忘记 我是怎么找到这个文的了 就是 有点带着 目的去搜了一个短片 然后看了一下 然后觉得还蛮好的 而且觉得 一下子脑子里面 还没有这种 剧本 就是这种同类型的 可能会比较少一些 然后又因为 剧本还挺好改的 然后我当时就是 改了剧本 才出了导演 出了好几个导演 大概四五个导演 然后十九个 十九个后期 这个我记得好听 不是鞋泪 不说了 对啊 导演戳了四五个 然后没有人理我 是不是很精彩 这么累啊 对啊 你最开始的邮件 你是不是 不对啊 你戳我的时候 都没有谁邮件啊 对啊 因为那个时候 我没认识了呀 然后我就直接来找你 我说这个纹 这个挺这么低 我整理了一个梗盖 你看一下 你就剪了 然后 但是你看出了十九个 出来了这么好一个周周 对对对 对对对对 我简直就是 就是因为单枪匹马 所以把那个 运气都用在了前半段 周周你要不要说两句话 这是命中注定 有没有 对啊 你们能说话吗 说一下话呀 然后我刚才就 你在说话 我想打字 然后你没打断我之前 我就要 就想发出去 我说我差点也准备剧了 还好 我就不让我要戳第二个了 没有 当时我差不多也是要准备的 这种阶段 然后发现你戳了十九个 然后而且还是那种 在YS上听锯铁 一个一个戳下来 然后抽到的 我那个还是因为 帮朋友还人 请三天给他赶出来的 一个玩意儿 然后我就笑裂了 我就没有去 你跟我说 邀了很多后期 很多后期 然后把很具体的一些 策划的内容啊 方案啊什么东西 都发给他们 他们看到以后 十分的感动 然后拒绝了你 然后就笑裂了 你不要再挖我的伤疤了 不要再挖我的伤疤 然后就觉得策划很可爱 我对那种卖蠢啊 萌软的策划呀 这么有抵抗力了 真的 我这就真的哭了 你不要拉我 就是后期跟策划的相处日常 什么呀 然后我好想哭 哎呀 我不想说什么 我就是 就是前段时间 那个宣传跟我说 对了 那个小猴 你有看到我们三期的 那个具体的 那个实验天吗 没有啊 你居然没有看 我现在发给你 因为我不知道 那个天 那是一个超炫 超炫了天 你们哪天发呀 他不是在等你反应吗 我们在等你 对对 不好意思 整合整合 对 远远的 我一会儿结束了 我去把那 就那一句呗 对你把那一句反了 是哪句啊 你是第一句 不是不是 为啥这有捆绑软件安装啊 啊 这是什么浏览器 没事 他说是 歪歪 别理他 别理他就行 对啊 OK 看到了吗 那是一个超帅的版头 我还没打开 我家开这个网站 比较 比较卡 通常上不去 就是他那个版头是 当时老外跟我说 他说要我们那个 对吧 超帅是吧 超帅的 然后就所有的截图 对对对对 就是他整个就从 一期刚开始筹备 然后到三期现在 就是所有的 记录一样呢 就像血泪一样 心血染成的 还是需要你们配合 超超超帅的 嗯 很帅 哎 我就是从前都不走心 然后看到了 当时我们第一期的时候 你是不是反了好几遍 特别是第一遍的时候 我记得你当时 咳得特别厉害 就是状态特别不好 然后我当时 我在截图的时候 就听一下那个录音爱妈 我就是这么的感慨 我就是这么的感情 录一段就咳一下 录一段就咳一下 对对对对对对 太心疼了 我真的 谁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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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 气氛都被你毁掉了 我忘了 我我我当时咳 那是什么时候 几月份来着 去年吧 14年9月份吧 对对对 我我我9月底 一直开始咳 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等干音又等得很新叫 那几个月状态 确实不太好 哎 哎 你这一期不写感言了吗 三期 这个有这个了 有这个也要写感言 好无耻 感言好说 你千万不要写什么 句子都很给力 恭喜完结种话 感言一般都是一人一两句啊 没有 看下我的 看到那个上面 你看次我还写了小论文 有个人 有个人转那个 就那个微博还在那吐槽的说 哎 这个 这个 这个剧组好像话有点多 真的吗 我的感言 删一点 我也要删一点 我不想删 我也不想删 就一个比一个少啊 的话 导演 美工就一句话了 你高兴就好 你觉得你不说什么吗 翅膀你不说什么吗 可能 去画图了 哎 我们继续下一个吧 辛苦了 嗯 剧组是怎么选定 两位CV来配老徐和老叶的呢 文策划 我们就是像所有的 新人的剧组一样 列了一下清单 就比较适合的 有 然后 当时刚 酷不也说了吗 就是 一方面是因为 就是小红很贴啊 还有就是 然后没有尝试过这种 解放天性的决断 然后我们就 戳了一下 然后就戳了 向他做梦 然后老师 老师跟老叶都戳得蛮 顺利的 北洛也记得很 很痛快 我记得 因为北洛 我给他的邮件 又写了一篇小论文 好吗 是 哇 中华的记者 就是这些小论文 没有什么 我觉得 还挺顺 主要是 前期最虐 是戳后期 做了好久 好久 我最先开始 就很想戳了小红 因为声音好听 还好 一定要找一个 喜欢的声音的 干音来审 要不然 做剧就会很痛苦 是吧 我记得 我当时试音录的 挺一般的 对 还有试音 我怎么忘掉 刚才把试音 绑出来 我完全忘记试音了 后来试音 感觉我录的挺一般的 讨论什么 我也忘了 而且现在已经 连记录都没有了 不可靠 是试的什么 忘了 忘了 我当时觉得 我应该不会过 但没想到还过了 怎么可能 可能我当时 预测的是 可能是 是不是因为 你们觉得 我比较合适 还是 已经 就是合适了 就是合适 一个是卖好 二个是声线贴 然后导演又有 莫名的自信 觉得说 你是一个 可塑之材 觉得可以 啪了出来 确实 我这个角色 确实 让 剧组挺 费 费心的 确实是这样 没有 我们都相当的 乐在其中 唯一不乐在其中 就只有你 原来是这样 我每次 我是到 到第二期 第三期的时候 我就工作了 在那之前 我写反应本 写的可积极了 就是在反应本上 各种发挥 然后觉得 好嗨 对 当时记得 听过你说 你去工作了 对 我想把那个 大夫的名字贴 公平 让他小朋友念一遍 好啊 因为这里有好几个 你的脑残分 主要是之前 没有 没有那个 一起在 在群里 所以 因为没有 因为没有群 现在 现在知道了 我听过小红 念我两次 念之后 我们就可以了 那要怎么念 比较紧张 策划 策划 我怎么念 好奇怪 第一次这样过 策划 嗯 策划 阴无毒 我要怎么念 策划 阴无毒 我懂小红 为什么不愿意 现场反应了 我懂了 导演 费天 费天小酷苦 美工 一片翅膀 我没念社团 一支声 TS美工 喜多红在水 哎呀 刷没了 卡优 后期 迎周 月客 颠覆神社 真传 呃 呃 Yuki 吗 Yuki Yuki Yu 老 我要快来 Yuki 自我介绍一下 Yuki 不好意思 我之前没有入群 所以 哎 合作这么久都 没念不对名字 实在是 我太愧疚了 到底是会什么 没有群呢 我真是一个都不明白 我当时怎么想呢 从大叔开始 我后面每一个剧 都不太愿意开群 大概是因为 你不忍心 面对剧组太穷的事实 所以不开群 别说了 三个问题 哎 剧组在过去 剧组在作剧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趣事 或者困难呢 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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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翅膀的趣事 就是被剧组的 所有工夫挑战 而且定乐在其中 是吗 困难就是因为 没有剧组群 所以底官锁过了 然后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大叔 做得超级顺的 是我做的 所有剧里面 最顺的一个 以至于做 后面剧的时候 我觉得怎么这么慢 其实那些 其实才是正常 就是因为 他大叔做得太顺了 所以到后面 我每个剧在 催淫催近 都会有焦虑症 下来再问 后期 有种 困难的话 一开始做 因为接着体材是 就四十岁大叔 这样子的一个体材 然后我跟策划说 我可能没有 相配的BGM 然后策划 他就马上说 他可以帮忙找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 他也是给了很多BGM 然后就因为 之前 他应该是 十二月左右的时候 抽 然后跟我说 三月左右的时候 才会收集音 然后我之前是 看了文 看完文之后呢 就这个缓冲期的时候 无论是听音乐 还是看电视什么的 可能就会 下意识地收一些BGM 然后再策划 那个BGM拿过来 然后两个一对 那就接上了 然后这个困难 就这么 那个解决了 然后我觉得 应该来说 没有什么大困难的时候 那个万万没想到 第三期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我 BGM已经存很多了 因为大叔四十 已经算是第一个 完结中长篇的 后期作品了 然后蛮上心 然后就等着 那第三期过来 而且这第三期的 那个干音交代 还特别慢 那等的时候 又可以囤BGM 然后就是 囤了很多很开心 然后各种开特效 那种很爽 啪啪啪做 做了一半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 换了一个声卡 这个教训 可以给大家 作为前车之键 就换了一个USB声卡 然后不小心 迈连在上面 然后那个接触不良 听不到声音 我就很欢乐地 爬下去 把主机的那个USB 拔掉 然后又插上 然后 然后电脑 突然间变得很慢 我还没有意识到 什么问题 是吧 那工程 我肯定会加S 是每周下意识 就会去按的 工程肯定不会出什么问题 然后我看那个 电脑这么卡 我就重启一下 重启一下 就开始读了一个 我非常 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条 读完就算了 这很正常 那电脑已经开了 然后等到 我在正常地 打开那个工程的时候 工程提示我说 这个文件没有 我当时就吓哭了 这文件怎么会突然没有 别的文件都没有什么事 就这个工程文件没有了 当时我们就刚 已经有一个讨论 我在那边说 然后策划也被我吓哭了 我们俩就马上去想办法 用那个恢复软件去恢复 然后就1.1MB 这样一个工程文件 是可以恢复出来 但是又打不开 然后我疯狂地摆渡 然后疯狂地装了 各种各样的 那个恢复软件 全都没法恢复 恢复出来 恢复出来一个1.1MB的东西 但是没法打开 当时我就崩溃了 我在想 我都已经做到这一半了 然后前面 铺了这么多 开了这么多特效 让我重新做 我真的做不下去了 要不这东西就坑了吧 我这个就是一个诅咒了 就没有完结篇诅咒了 我估计要过两三年 我才会有完结篇 然后当时策划都已经被我吓死了 然后我万念聚会一下 不知道谁跟我说一下 就再搜一下C盘的缓存 然后我就 我就已经在那边读条 但是我默默地 把所有的恢复软件都删掉 我在想这怎么办怎么办 我想静静 我想去跳楼 然后就 后来万念聚会的时候 就看了一下那个读条 还没读完 但是我发现有一个 自动保存 就out to save一个工程文件 然后我马上把它复制出来 然后拖出来之后 发现能打开 我当时我真是热泪盈困 我真的快跪了 那个晚上 那个晚上 我好像还来的一半 反正整个人都虚拖了 然后把东西弄完以后 把那个工程 那个传到讨论组 然后之后 我每天晚上做完一个 做完之后 我就把那个工程文件 传到讨论组 然后策划都要下一个备份 我实在被吓死了 然后就 就这件事情 让我觉得 好事多磨吧 幸亏最后还是没有重做 也没有坑 就当时 当时猪猪 跟我讲的事情的时候 我也是一种 我也想去进去的感觉 然后猪猪也说 我想去进去 那些在群里面 看你们讨论 我看到你们讨论已经是 你们把工程找回来了 感觉从你们对话里面 都感觉像是 跟着坐过山车一样 那个心情 我觉得后期太不容易了 你知道我之前做工程 都是默认那个 未明明混音一一这样子的 然后大叔四十这个工程 特别特殊 我给他改了名字 叫感谢苍天 其他人呢 两位美工拒绝 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我就一句话说 就是我要谢谢首会拒绝 我要谢谢首会拒绝 让我这个PS没什么事做 就是我拿到第二期 海报的时候 我就想把蟹也打死了 你居然敢这么 就直接无耻地 用了第一期logo 复制进去的一遍 然后完之后 我就坚定谢谢 我说你为什么 这样你就不能 用心地劈一个嘛 本来就是批个字 然后谢谢就很 理所当然 还有首会都已经 化成那样了 我还有什么好加的 那还有吗 老外要说什么吗 我没什么要说 那你写代码的时候呢 你可以简单说一下 虽然是技术难题 我们听不懂 我说简单一点 其实我觉得 是挺顺利的 把写的 因为其实 一般排版就是 比较特殊的那种的话 我可能就是 要是策划 先不把东西给我 我就在那一个劲地挤 我就说不行 你们起码得给我 几天的时间 其实有很多 他那个策划 他都不懂 然后他就不懂 你为什么要在那催 你一个 你一个线船 那催什么 这样 然后我说 我就是没东西嘛 我说 你快点把那个链接 有几个地址 然后就是拿几个链接 你就给我 然后他们说 还没发剧呢 然后你要什么链接 就是那种 但是这边的话 我就很顺利 然后一下马上就码好了 说到这个 就是你知道 老歪是我们剧组 唯一的让整个剧组 看起来非常富有的存在 反正就还 对对 还在后期的时候 老歪就在吹海豹 然后就让我非常的有 怎么讲 有动力 连最后一个环节 都已经这么积极了 前期怎么 我现在看每期都开一个 这样的讨论会 让小红来飞听一下 这样他应该会 交应更快 大家真是太不容易了 还太艰辛了 我还想了挺多效果的 但是都没用上 阿花说 你这里要不要借机 向粉红这两天抽风的现状 发表一些概念 我已经不想说啥了 我每次 每次他一抽风我就说 还做什么宣传的发生 每次每次都跟他们那样抱怨 然后结果第二天又跑去 哎呀 今天还是继续吧 对对对 说到这个问题 就是想了一下 小红你在 整个录音的一个情况 会不会有这种懈怠感 就有种完全不想录 然后 等过两天吧 然后 一起的时候 换人吧 我的膝盖 有时候状态不好的时候 会比较急嘛 然后今天实在录不了 那只能等了 有时候拖音也不想拖 就是 确实那段时间状态不好 然后录出来东西 我自己也没法听 然后又不能去 不能去说 就是像跟策划说 你可以直说 我觉得现在策划 像我这种都是 心已经非常非常宽了 你看 策划要的只是一个期限 并不是要你马上叫音 对对对 对是这样 因为 有时候 自己也没法确定 我 OK 我明天我就 状态好了 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就 自己有时候也挺急的 我明白 状态不好 真是挺麻 我明白 你们有没有说明要求福利什么的 小红帮我录下这个吧 你知道我们的结尾报幕吗 报幕 对 报幕还是巨的报幕 说大家合作得非常愉快 希望以后继续合作 再见 其实确实挺 就感慨一下吗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剧题里面 哭哭说 他说一句话 他说 大叔四十三七下来 这句话是我的呀 原来 他说 大叔四十三七下来 这句话原来是我的呀 就是你 你 这场连续剧了 看着特别富有的剧子合作 特别愉快 大家时光不老 这样不太见 这是三七下 我觉得 我没有草稿 就是 让我想想 虽然大家很多都是 今天第一天 天在一起 见面 但是大家已经 一起合作了 三七了 其实这个剧子我觉得 非常的和谐 而且我们作剧的速度也这么快 这个剧的质量也是 大家一致的得到一致的好评 这样来说还是 在这样一个比较欢乐的氛围当中 结束这三七还是有点虐的 还是有点虐感的 那你赶紧把这种情绪带到你的反应里去 反应应该不是那种很虐的吧 你如果能找到比当时更悲伤的状态 我们欢迎你随时反应再寄出的最后一秒 你都可以 没有了 大家这样的话 氛围不会更悲伤了 这是一个好的 好的结局 也是个好的开始 对吧 大家都 天哪 你这句话没有打草稿吧 没有啊 好感动 我感动 这个话说得很好 你赶紧念一下 对对对 不掐掉就行了 你快说公平上这句话 就是把你这一台词 虽然只有三期 但是我们有43期的感情 对虽然我们第一次见面 但是我们其实就是虽然第一次见面 但是有三期的感情 确实是这样 好吧 希望大家好好享受这个剧吧 毕竟一起努力合作了这么久 也是剧组们收获的时候了 大家都不容易 大家辛苦了 希望以后原本人马能够再继续合作 好好好 在座 真的吗 真的吗 我是已经录音了 我是已经录音了 成堂正宫 能够继续在这么和谐的做下去 对啊 对对对 好好好 OK 顾掌 顾掌 没有打草稿 要说这么好以后 不要打草稿了 因为慢 就是比较慢 我需要很长时间说话 好了我基本词穷了 嗯 你要不要录一个 就今天到场的有 谢谢谢谢谢谢 这样 策划没电了 我靠 不好意思 哎 策划人呢 策划他没电了 他说挣扎完最后一句就没电了 那大家 时光不老 江湖再见 江湖再见 策划 谢谢大家来听大树四十的万机FT 这是一个非常简陋 简单又朴素大方的FT 就是今天到场的CV很遗憾 只有我们的老叶 只有我们的小红 只有这一位主意 还有一位主意 就是老徐的CV 北罗士们 因为他的血液实在是太忙了 就是剧组业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上他了 然后包括就是带毛出来的时候 戳他也没有就是戳活 也没有联系上 那就在这里跟老徐道个歉 就是没有参与进来我们的FT 希望他学顺利一切都好 那就这样吧 好 大家好 我是大树四十的夜时光的CV 不是 不行 不行 出自来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FT 今天到场的有我们的侧编 英读五 等一下 英读五 你高兴就好 哎呀呀 失误失误 知道你有希望 外国人 你高兴就好 我先过来 等 yi 我先过来 请不吝点赞 我先过来